苹果之星曲爱玲混迹25年栽了活动女王轮剑把崩泪动画。 48岁曲爱玲是演艺圈出名的活动女王,个性好强,遇到困难绝不退缩,演艺圈打滚25年未曾哭过,却在近期因接下小孩学校的家长会会长长尽心酸,多次委屈落泪,他不懂,我在演艺圈还没经历到这么多负面的声音,反而是在做家长会听到的声音和攻击是这么多的。 其实就是因为他艺人的身份,许多是被放大看,怎么做都有人不满意,曲爱玲只能用行动式出城夜,光是营养午餐,曲爱玲就亲力亲味,每天吃菜,处理处理,地上滴了菜,我就在那里擦,还有小朋友以为曲爱玲就是学校员工,学校教职员惊讶,想不到一个艺人可以放下自己的工作。 曲爱玲认为自己的身段,在这边擦底。 曲爱玲认为自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艺人,卸下我的妆,我就是个妈妈。 曲爱玲40岁才生下大儿子毛毛,隔两年再生女儿咪咪。 毛毛今年才8岁却已经是700度,外界总以为毛毛一定常看电视,玩3C区爱玲探,没有,那是天生的。 。 讽刺的是她几乎不太让小孩接触3C毛毛早在幼稚园时就发现有150度近视,她小学一年级就在点散瞳,现在定期每三个月回诊,曲爱玲虽心疼,但遇上了也只能勇敢面对。 严格来说,曲爱玲是个虎妈,在教育上相当执着,她延续父亲家规,要求小孩做任何事都要秉持,认真态度,曾有次毛毛心不在焉练习乌克莉莉,让她很火大,一再要求她,中担,一手简单如两只老虎的曲子,连续半了一个半小时,连老公都翻脸抗议。 你为什么要让一个小孩练成这样?她是要当音乐家吗?她反驳不对,是她的态度,最后毛毛含泪半完,她感受到她态度对了,才放过她。 女儿咪咪和憨厚的毛毛个性截然不同,是个天生反骨的小孩,曲爱玲在咪咪二岁半时,因她不乖警告,你到三岁还这样子的话,你会被打屁锅。 不料咪咪非但没被吓唬,还挑信挥,我不相信你会打我的屁股。 接着甩头走,嚣张行径根本像青春期的叛逆少女,气得曲爱玲直接抓过来开打,指住女儿说,请你不要挑战我。 财尔岁半的女娃会说出这种话,令人讶异,不过咪咪琳雅厉耻的模样,简直是曲爱玲翻版,曲听了先否认,直说不好的地方是像先生,后才认,妹妹好强势像我。 去爱玲花很多时间在和小孩沟通,自认,提醒道我都觉得自己好讨厌,对小孩惩罚,采见尽是,先是口头劝道,后才罚站,罚写,也会问他们没做到该怎么惩罚。 若他们自己提出打屁股,他从不客气,绝对动手。 他要求小孩永远不可以说出你做不到的事,玩具没收,就是直接丢垃圾桶,没得商量。 小孩若在学校若和同学起纷争,曲爱玲坚持,无论如何,绝不能回首,你要去跟老师讲,身怕现已50公斤,相较同龄者个头大的毛毛,一出手就大伤人。 但曲爱玲自己在美国念小学二年级时,遇上专巴林亚洲小女生的金发胖男排不客气一拳打过去,吓得对方从此不敢嚣张。 他在美国时曾当选亚裔小姐选美皇后,就像老派的陪朋友去参加选美故事一样,他守好友之妖,在高中毕业那年暑假,想借比赛之旅一起制造回忆。 当时父亲极力反对,认为曲爱玲抱住去玩的心态,出发点是不对,这不是我叫你的人生态度,之后曲爱玲答应父亲会认真,并用行动证明决心,他每天花腰,二小时脸才艺,耍剑,结果真让他获得选美皇后,自己都吓到,为什么是我? 不过,不过得了后决心,却同时输了友情,曲爱玲无奈第一时间就跑去跟朋友说,没想过会得奖,对方却无法接受,最终闺蜜之旅就成了决烈之旅,二人至今未再联络过。 曲爱玲从美国加州百克来大学经济系毕业回台湾,就被中式总经理朱宗可找去主持外景节目,绕住地球跑,很多人羡慕他能全球跑透透,但实际上曲爱玲更像个万能的打砸小妹,不光是主持人,还同时身杰, 先翻译,订饭店,点餐,房间抢勤,机位安排,通关等等大小事都需靠他沟通,连装法也不嫁他人之手。 每次出去团队945人,曾在英国白金汉宫前遇到外国的国家地理频道,对方大阵战50人团队,看小猫两三只的绕住地球跑,团队吓傻,对方好奇看了他们的拍摄成品,然后大赞和50人团队的拍出来没什么差别, 让曲爱玲很为团队自豪。 问他入行多年是否遇到地雷寻不受控的受访者,他不假思所说,这经验也有,就是王菲。 并透露,多年前王菲来台湾宣传,上他和吴大伟主持的节目,当时四五个艺人排排站,王菲在队伍尾巴,第一位艺人受访时,他早已蹲下,二位主持人拿他没辙,只好一起蹲下来访问。 问他一个问题就好像掉到水里头,只回是,还好吧,蛮好的,是隔多年曲爱玲模仿起王菲口吻依就徐徐如生。可见这位演艺圈出名的丹字王,在他心中造成阴影多大。 新人时期,曲爱玲也曾经历过在摄影棚被导播,开麦骂人,当住所有人面前,洗脸,曲爱玲,叉叉叉,骂人的话,圈圈圈,你到底有没有做功课,你到底会不会主持,其实导播是要骂给他旁边较资深的主播厅,但谁叫他是新人,就成了带罪羔羊, 感到委屈也只能往肚立吞,他历史要努力,不想再被看清。 最后他的认真敬业,加上流利外跃能力,多年来受厂商青睐,荣获活动女王封炮。 更创下全盛十七月节四十三场活动主持的超强记录。 23.2 2